Hello 大家好 我是兔妈妈 欢迎回来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波近期用过的一些厨房好物 链接都放在视频说明区里面了 经常有朋友问怎么打开这个视频说明区 如果您是手机观看的话 点击这个视频标题就可以调出视频说明区了 所有的商品链接都可以在这里找到 好了 下面我们就开始吧 第一个要分享的是这种数款的锅架 如果您家的锅子收纳空间不是很多 我非常推荐这样的锅架 这个锅架非常的结实 我的厨房收纳锅的地方不是很多 因为抽屉都是比较矮 炉子周围又没有特别高纳的抽屉 加上我又特别爱买各种锅体验 所以我的锅子比较多 有了这个锅架之后 我把这个锅子放在厨房转角旋转的收纳空间里面 我一共买了两个 这样的话基本上就可以把我所有的平底锅都收纳进去了 这个锅架非常的实用 它每个能收纳五个锅子 像我这种特别重特别厚重的这种铸铁锅 它都能够收纳的非常的稳 而且非常的好拿取 如果您家的锅子收纳空间也非常的有限的话 也可以参考一下我这个平底锅的收纳方法 这个锅架是在亚马逊买的 链接我已经放在视频说明区里了 第二个要分享的是绿水壶 我们家做饭煮汤烧开水都是用的这个过滤水 现在用的是这个Costco自营的品牌Cocland的绿水壶 它的造型非常的好看 我特别喜欢它这个出水口 它比较尖 而且倒水的时候水流非常的大 而且很快 对于急性子的人非常的友好 它的大小也非常的好 一次过滤的量不多不少 拿起来也不算太重 它顶部有提醒更换滤芯的指示灯 不过我一般很少看那个 都是感觉绿水慢了 或者烧开水的时候有水够了 就赶紧换 一般是一到两个月左右换一次 这款胡生是全透明的设计 我之前用的是Bretta的 现在换成这个之后 感觉性价比也高了不少 特别是滤芯性价比比较高 是我们家平常喝水 不可缺少的一件好物 温馨提示 滤水壶每周都要清洁 不要用到深清台 特别是滤水壶的底部 平时可以用一些白醋水来清洁 这样的话健康又卫生 能够喝到非常健康干净的水 第三个要推荐的是 这个酒顶的套娃绞肉机 这个套娃绞肉机 上次在我的备餐视频里面 是留言问的最多的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用 我用它来搅胡萝卜 鱼肉还有鸡肉 非常的快速 适合搅小分量的一些肉 大小也比较合适 如果你家经常喜欢吃一些 虾滑呀虾脚啊 鱼丸啊肉丸子呀 给孩子做腐蚀啊等等 特别值得拥有 它比这个白米市场上的 同利产品优势非常的明显 它解决了几个痛点 我总结了一下 第一呢 它有三个这个搅碎杯 可以轮流的使用 这样的话 我们就不至于去抢这个搅拌杯了 比如我们刚刚搅碎完肉 下面要搅一些蔬菜 这样的话我不用洗 直接可以换一个搅碎杯 然后继续搅蔬菜 这个真的是非常的赞 像我之前用的那个Kitchen A的 就经常要洗了再搅 有点麻烦 第二个优点 它可以包蒜皮 虽然不能达到百分之百的包好 但是呢90%是没有问题的 比咱们手工拨蒜要省事不少 我就是看了这个非常的动心 这一点非常的赞 因为我们每次从这个Costco 买的这个蒜都挺多的 如果手拨的话 确实是有点费劲 有了这个功能的话 就是非常适合 像我这样的懒人 追求高效率的懒人 能够省事不少 第三个优点 它是比较耐用 因为是不锈钢的杯体 它不是塑料的 可以直接丢到这个洗碗机里面 特别特别适合懒人 不锈钢嘛 纵手周知啊 就是经久耐用 也不用考虑会不会摔坏 而且呢 不串位不染色 可以直接丢到洗碗机 另外呢 它的搅拌刀头呢 就是有很多层啊 搅碎的速度呢 非常的快啊 它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呢 想搅碎一点就长一点 如果希望肉呢 能够粗一些 带一点颗粒感 比如我们做那种 大的那种羊粥肉丸子 希望肉呢 是粗粗的那种 那么就可以采用点按的方式 一点点的搅 这样的话就可以粗一些 它上面有一个观察口啊 可以边搅碎呢 边调整 最后一个优点啊 是收纳起来 非常的小 它三个背体呢 像套娃一样 可以直接套起来 和其他的绞肉机比起来啊 真的是非常的省空间哦 这款套娃绞肉机呢 优点还有很多啊 用起来呢 真的是非常的顺手 如果您正在考虑 购买一个绞肉机的话 我非常推荐这一款 特别适合忙碌妈妈 和懒人朋友们 链接呢 我已经放在说明区里面了 该需要的朋友们 下面要分享的是 这个抽屉的风格架 这款从宜家购买的 这个抽屉风格架 真是太好用了 它是由一块背板 和很多的一些小杆子 组成的 每个小杆子呢 可以插到这个网孔里面固定 所以呢 它可以自由的更换 各个区域的大小 大家看一下 我这个大抽屉啊 满满当当 放了很多很多的盘子 我把每个盘子都分类了 整理了 每个系列的都放在一组 这样呢 都竖着放 分套摆放 放进去的盘子呢 就是特别多 竖着放的好处呢 就是拿取非常的方便啊 它不会影响其他的盘子 这是我用过的 目前最好用的一个收纳神器 这样的话 就可以把盘盘碗碗 都放到抽屉里面 它除了收纳盘子之外呢 还可以收纳烤盘 砧板等等 我这个抽屉呢 是收纳的各种烤盘 烤盘比较高啊 用这个来收纳呢 它不会倒下来 非常的好用 目前只有黑色这一种颜色啊 希望以后呢 能够出白色的话 这样的话就更美观了 这个抽屉收纳分割版 非常的赞哦 值得拥有 防割手套 如果您平时经常会切到手啊 特别是这个擦丝器哦 一定要备一个 这样的防割手套 别问我是怎么知道的哦 一定要备一个 非常非常的必要 这样的话 在做擦丝的时候呢 就会安心很多 不过呢也别用力太猛哦 我是没有胆量去试这个手套 会不会擦破 买的时候呢 就是一定要买厚一点的材质的 这样的话更安全一些 这种小东西呢 在淘宝和Temo呢 都有的卖 另一间呢 建视频说明区 特别适合家里 刚刚开始学用刀的小孩子 或者是急性子的朋友哦 陶瓷筷子啊 和碗一样啊 耐用啊 非常的美观 安全 可以积洗 这个陶瓷筷子呢 颜值非常的高哦 白黑配色 简约大气 小小孩用的话可能不太合适 因为重量有那么一点点重 这种筷子啊 只要不摔在地上啊 基本上是不会淘汰的 非常的省钱 又很懒人 如果你还没有用过陶瓷筷子的话 可以试试看哦 好用不贵 非常合适 双利人的真空保鲜盒 保鲜袋 我之前用的国产的真空盒啊 感觉呢 非常的不过瘾 一直想着回购更大的 因为嫌淘宝买的话 等待的时间特别慢啊 实在是等不及 所以呢 在Costco买了一整套的 这里套里面有玻璃盒 真空袋等等 它的官网上 还有大尺寸的塑料的真空盒 拿到手的感觉 真的是做工 非常非常的好啊 从它这个真空盒的盖子呢 就能够看出来 非常的厚实 设计上呢 非常的用心 我这款大的真空盒呢 能放四个芒果 当然了 如果能有放八到十个芒果的 大的盒子呢 就更好了 不过没有那么大的保鲜盒 现在有了真空保鲜袋啊 也可以把芒果等等 蔬果内的东西呢 放在这个真空袋里面 一样呢 可以起到真空保存保鲜的作用 大大的延长保鲜时间 平时我们买来的蔬果呢 放在真空袋啊 真空盒里面保存的话 就不至于很快就坏了 我一般呢 如果是大拼量食材的话 一般是分两个袋子来保存 一袋呢 天天取用 另外一袋呢 就吃完了再打开 每次拿取完之后呢 要记得重新把这个空气啊 抽掉 真空袋 真空盒呢 是我们百米家庭的 备备的一个好物 因为时间和路程关系呢 我们也没有办法 每天都到菜场去买菜 有了这样的神器的话 咱们就不怕大包装食材了 可以轻松的搞定食物的保鲜储存 下面要分享的是喷壶 这个呢 是我用过的最好用的喷壶啊 它的喷壶啊 非常的细腻 呈雾珠状 夏天呢 用它来给自己的脸部补水呢 也非常的不错哦 我是用它来放我的清洁用品 我分别分装了自制的清洁剂啊 比如白醋水 还有西式的洗洁精等等 这款呢 体型瘦高 而且非常的好收纳 不占地方 整体白色 颜值很高哦 这款喷壶呢 淘宝和贴帽呢 都有 另一间呢 请建视频说明区 有需要的朋友呢 可以去看一下 绿植贴 这个绿植贴呢 我强推哦 非常的结实 牢固 贴在墙上 扣上绿螺 不会因为植物的重量呢 掉下来 经过一段时间的使用啊 感觉非常的可靠 推荐给大家 有了这个的话 就可以轻松的营造出 绿意盎然的小空间 家用电器的电线收纳 一直是一个头疼的问题 我尝试了很多的方法 之前呢 是用白色的捆扎带 但是颜值的非常难看 现在用的这个电线收纳贴呢 是我用过的最好用 最有效的小东西 它贴在这个电饭锅上 不会因为电饭锅 加热过程的热呀 掉下来 可以轻轻松松 整理收纳各种家用电器 比如厨师机 面包机 电饭锅 高压锅等等 而且呢 颜值呢 还不错哦 有白色和黑色两种 适合不同颜色的家用电器 好用不贵 值得拥有哦 吸水骂布 这款骂布呢 吸水性非常的强 家里一定要背一个这样的骂布哦 毛非常的柔软 我呢 一般是用它来清洁各种塑料制品 比如冰箱里面的塑料箱 塑料盒 浴水器的塑料杯体 塑料保鲜盒等等 它不会留下任何的滑痕啊 非常的安全可靠 它又比这个棉质的毛巾呢 更能够吸水 而且柔软 比海绵擦啊 清洁面积更大 更灵活 清洁完之后呢 用它来擦拭容器表面的水珠呢 也非常的不错 因为它吸水性非常的好 这算是一个近期用的一个清洁的好物哦 推荐给大家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分享的近期好物 我的频道呢 会不定期的分享各种生活好物 厨房好物 购买心得 开箱分享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呢 记得按赞分享哦 这是对我最大的支持 非常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个视频见哦